他说,是尊本世人 我尽被推出美佛 那其实,佛统我们也是人啊 就是当时,当时的很多修行人 修行到我的成就 他都跟尊强的佛统 那是他都学的 那是叫做圣灵奇纳 他其实有佛统啦 那佛统是一种称佛 其实佛统的师父叫做明明 如果你称他们的 称他们的师父也有说叫绝者 有时候也这样 那时候叫仙人 也有叫仙人 那佛统有时候也用仙人这个名字 所以叫古仙人道 那么这个是早期的称呼 绝者或是仙人或是胜利者、或是成就者 基本上都有这样讲 但是这里主要是在说 通常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被称为先知 像回教也有先知 穆阿末德也是人 那叫做先知 就是被称为神 基本上或是他的宗教的教主 通常是宗教的教主都不是人来的 比如说上帝 比如说阿拉 比如说梵天 师婆神 这些基本上都不是人 那么他的信徒基本上是人 但是他的最高成就者 基本上不是人 都是天神来的 所以才会这么说 因为本来所谓的觉者 就是觉悟的人的意思 佛陀是觉悟的人 本来就是人 本来就是人 所以应孙老师这里说的主要是说 一般的宗教 跟一般的宗教比较起来 那佛陀变成是最高的成就者 竟然是一个人 而不是天神 因为这因为世线的宗教比较起来 因为这因为世尊在普提树下 创决 创就是创先 最初 最初觉悟的 所以佛陀是最初觉悟真理的人 而且是完全觉悟真理的人 而且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圆起法信 其实就是觉悟的圆起法 最初见得圆起法 觉悟的圆起法 那佛陀是以圆起法而成佛的 那有些人还说 那佛陀是见流星而成佛 见流星可以成佛 我们天天就见了 不可能 就是说 他见流星只是一个因缘 因为流星是一下子就散过 刹那散过去的 那么就是佛陀的觉悟在那个一刹那之间 的变化里面 他看见 他并不是 如果那一天没有流星 佛陀就成不了佛吗 佛陀也会成佛 那一般叫做赌明心悟道 那或是见流星 那基本上跟流星没关系 那因为他已经苦行六年 然后又具足一切的智慧 所以在那个时候 因缘成熟 他成佛 其实是这样 那一棵树叫做毕波罗树 毕波罗树 后来因为他在那棵树下成佛 那棵树就叫做菩提树 那个地方就叫做菩提佳叶 那个地方原来叫佳叶而已 佳叶成 后来就加上菩提两个字 因为佛陀在那里成佛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菩提佳叶 然后那个树叫做菩提树 那其实那是一个毕波罗树 好 那么理切细论得到无上的解脱 好 我们现在要聊稍微讲一下细论这个概念 理切细论 那一般来讲像细论基本上有主要在阿含经里面 我们可以比较常看见的 那么所谓的细论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没有办法使人趋向解脱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一些都叫做细论 或是无依无利的 那么这个比较像是我们说的这个畜生论 然后就是国土讲什么国家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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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国王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盗贼有谁 像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这些 就是你讨论那一些其实对你解脱没帮助的 盗贼怎样怎样 哪一个杀人犯跟哪一个谁 那犯什么事反正就讲这些 然后饮食 你的东西好吃啊 你的饮料好喝啊我就讲这个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哪些餐厅啊怎样怎样 然后男女之间的事啊 八卦没有的这些啊 领域圈的事啊 然后亲礼啊 然后甚至啊世界的起源啊 就探讨这一些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 为什么叫出生论呢 出生不是骂人的话 啊就要像狗跟狗讲话 猫跟猫讲话 动物之间的讲话 基本上没有牵涉到太多 就是讲平常这些话而已 啊狗跟狗讲话啊 今天吃饱了没有去哪里啊怎么样 猫跟猫讲话啊 就是那个意义 就是没有特大利益啊 那那么空放无依无利的说法 没有意义没有利益 比如说像十四无忌这种 事件是有边无边啊 探讨世界起源这种 事件是有边无边啊 众生有量无量啊 那讲这个 那甚至有些人问佛陀啊 那么你说你可以让人解脱 那你可以告诉我啊 你现在让多少人得解脱了 你算得出来吗 佛陀不讲话 阿难在旁边就说了 那佛陀不是不知道 只是这些没有意义 因为你究竟让多少人解脱 这个没有意义 但是多少人要依什么得解脱 这个才有意义 就是说究竟解脱要到什么程度 要依什么方法可以得解脱 那么究竟这个世间 已经有多少人解脱 你算那个做什么 算那个没有意义啊 那你要问的应该是 要依什么方法可以得解脱 那这个人有解脱没解脱 这个就比较有意义一点 那你说现在总共有多少人解脱 那其实也很难讲 因为你可以让多少人得解脱 那也很难讲 为什么 那会有不断的人来 不断的人得解脱 那就是说 问要问对你解脱有帮助的 学要学对你解脱有帮助的 那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比较是十字无忌这种 空翻没有义没有利的说法 那没有人去向 这个都是的 这两个都是 无法使人去向解脱 这个没办法得解脱 那么这一些就是世间的 他又叫做世间 世间思维 他又叫做世间思维 所以佛陀在阿安经里面讲 不要这样的世间思维 而要正思维 就是你想的 叫出世间思维 要出世间 因为你所说的 所想的都落在这个世间里面 所以他基本上是要出世间思维 所以怎么得解脱的 所以他的说法 戏论 出生论 世间思维 基本上有一点类似 就是同样的意思在里面 他说非义劳意 非法劳意 不是法劳意 不是义劳意 那么因这个法 引这个义 就是这个法里面有这个道理 那么你要知道 那么这样的法可以让你得解脱 那这样的意思 可以让你体悟觉悟 那么可以让你得解脱 清净犯恨 可以让你疑欲清净 非智非觉 不是能够引申你的智慧 不够能够没有办法启发你的决心 没有办法让你觉悟 没有办法让你得智慧 没有办法让你向灭 向解脱 通常我们就三个趋向 就是向上向上向解脱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所以 这个是所谓的离一切戏论 像八大人念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离戏论 那戏论在有时候也是讲 你一切语言言与文字虚妄的 虚妄分别 由虚妄分别而起的 那么有时候也叫戏论 好 所以得到无上的解脱 佛陀的所以为佛陀 佛陀所以称为佛陀 在乎正觉 缘起法性 这个就是说 佛陀的意思其实就是觉悟的人 觉悟者 觉者 觉悟的人 那么所以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缘起 缘起法性 就是缘起法这个东西 缘起法 缘起法这个是 若佛出事若不出事 法信法住法见 那么发现 这缘起法 缘起法 它普遍性 它本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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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没佛 它都是这样 法住 它必然是这样 它的必然性 不变性 住就是不变 它必然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它普遍性 恒常性 它一直这样 简单讲 它本来是这样 它一直是这样 法界普遍性 普遍性 普遍是这样 都是有因有缘 一定要有因有缘 不管到哪里都一样 你是到极乐世界也一样 也是要这样修 也不可能就 也不可能就 你不用这样修 那么你在哪里都一样 两千年前 两千年后都一样 佛在世 佛灭后都一样 佛还没出世 也一样 那么谁觉悟了元祈法 那么谁就成佛 谁没有觉悟元祈法 谁就不是佛 那么佛是因为 觉悟了这个元祈法 元祈法现 那么也可以讲 元祈法 诸元祈法界 基本上是 主要是元祈法 主要是觉悟了元祈法 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所以他得到 所以他这里讲 在乎正觉元祈法现 这是佛陀的法身 法身 依法成身 那么 所以成为佛 是因为建法 所以从这个地方讲 才叫做建元祈 建法 建法 建佛 因为你建元祈 就是建法 因为法的核心就是元祈 所有的佛法 觉悟的方法 所觉悟的法 佛法 那么 基本上就是元祈 那从元祈 下来可以讲 元祈 四地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 元祈 有元祈 有元祈 就是苦其 没有道 那么可以讲 中道 元祈 中道 离苦乐两边 那么离有无两边 就这样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元祈 四地 中道 应该这样讲 好 我应有元祈 间集 我应有元祈 间集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极 这个从极里面 我们知道世间极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苦果 这个是苦因 世间 世间是三种世间 有情世间 应该先讲五蕴世间 五蕴世间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那么苦因就是烦恼跟业 应该如果从三个地方讲 无明 其实就是我见 烦恼 有无明起烦恼 有烦恼造业 那么有业在赶果 这个有业赶果 我们就一业沦违 一业沦违 所以有情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沦违 那这个是身心 有情的身心 正报 那这个是从人来讲 有情的正报 三界六道不一定是五蕴 但是从人来讲 那么这个是国土 三界六道 这个一报 那么天上 像人间不一样 从人来讲 是说谱世间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 那从这个是从人来讲 就是佛祖是对我们说的 所以就我们的来讲 是五蕴 就是五蕴世间 那这个五明 最主要的是我见 那我见 有所谓的分别我见 跟巨生我见 那由分别我见 巨生我见 而产生所谓的烦恼 那所谓的我爱 我见 我见隐身我爱 那我见主要是 不知善恶 不知月报 不知因果 那么这个是不知 不知就是没有正见 通常我最主要是没有正见 没有正见 那根本是 不知乎我 不知散热 不知月报也是 但是根本是 根本是不知乎我 无明就是 主要就是有我见 那么有我见会起我爱 那么就有种种困扰 贪啊撑啊 然后叫种种业 散热业 那这些散热业都是有肉业 有肉的散热业 就是肉就是夹杂烦恼的业 有肉 有肉散热业 就有种种的有肉散热业 就是有肉业 那么这些有肉业 就产生苦果 三界六道 看你的散热不一定 就在三界六道 通常是这样 有婴有缘是间急 但有婴有缘是间灭 那么要灭 基本上我们讲过 这个就是灭苦 世间灭 灭这个苦果 这个是苦灭 那真正的苦灭就是涅槃 为什么 不再轮回 因为它会有轮回嘛 三界六道轮回 它不再有轮回 所以真正的苦灭 涅槃就是 无语涅槃 就是连这个身心的苦都没有 然后灭就是八正道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道里面就主要是定根位 所以就是戒定位 三学八正道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元起四地 苦疾 苦 苦 苦疾 苦疾 灭道 就四地 就四地 苦疾 然后灭 灭道 那这个是四地 这个是所谓的四地 好 那中道 这就是苦疾灭道四地 就从这里来讲 就苦疾 应该写这样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中道 写这样 写这样比较清楚 苦疾 灭道 好 那么有英雄元四间疾 后面正见四间疾者 所以你要正见 正见四间疾者 正见 四间疾者 就是你了解这个道理 真正了解这个道理 不生四间有间 不生 不生四间五间 就是离五 没有四间五的这个 离这个四间五的这个 不生不起四间五的这个见解 离五 这个是离五 这个是离有 离五的这一边 那么 正见四间灭者 写在这里 正见四间灭者 不生四间有间 应该是正见四间疾者 不生四间五间 正见四间灭者 因为有英有缘就四间灭 所以不生四间有间 不生四间有 这样的看法 这个是离有边 四间有 常有 这个是断灭 这个是常见 这个是常见 这个是断见 所以离有五两边 叫做中道 那这个叫做中道 中道就是离有五 这个是四滴 这个苦极灭道是四滴 这个是中道 这个是四滴 苦极灭道 这个是中道 离有五两边 离有 离有 跟离五两边 离两边 这个是中道离两边 这个是四滴苦极灭道 那远起四滴中道 那么这个都是在讲什么 讲无我 无我 这个 有英有缘四间灭 有英有缘四间灭 那么所以 无明灭则行灭 无明灭 无明言行行原事四言 所以远起讲到最后 都会这么讲 无明言行行原事四言灭色 乃至于 生缘老死 忧悲苦恼 传大苦运聚集 生死 传大苦运聚集 苦运 聚集 应该写这样 无明 写四名字 乃至于生缘老死 老死 传大苦运聚集 那么因为核心是我贱 核心是我贱 是我贱 所以去除我贱 就把无明去掉了 无明灭则行灭 无明灭 重点是无明灭 乃至于存大苦运聚集灭 就没有了 那么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五运身心了 就没有了 所以 你照见五运皆空就度一切苦了 一切苦都是由神心生死了 都是由五运来 一切苦都有五运身心了 有这个生命 那么你不再轮回了 就没有一切苦 所以无明灭 无明灭是什么 无明就原血 有业 那么无明灭了就没有了 就不会因为我见而起烦恼 不会有我见而起我爱 不会有我见我爱而起烦恼 不会有起烦恼照业 不会照业 那么业果相续 成熟受报 不会 所以无明灭 那个就是什么 无我 无我 那么不管是分别我直 聚生我直都断掉了 断分别我直的话 那么一定会解脱 但还没解脱 那么如果断聚生我直也断了 生系的我直断了 那么就解脱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阿罗汉 聚生我直断了就是阿罗汉 不管你是聚解脱还是会解脱 他就是阿罗汉 那阿罗汉只剩下 只要入了无与虐盘 阿罗汉有有与虐盘无与虐盘 有与虐盘生苦心不苦 无与虐盘生心就不苦 基本上是这样 那所以 缘起 四地 中道 无我 基本上是佛法的核心 这个是 这个是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佛法主要的这一些缘起的概念 好 那因为我们很少 大部分的人很少在谈这种东西 谈的都是信愿行 然后行善 造恶这些 基本上这个是其实 我们即使还没解脱 我们也要知道到底佛是怎么解脱的 到底佛是怎么成佛的 这个非常重要 至少你要先有这个观念 那么你先有这个观念 那么你慢慢慢慢理解 慢慢去看这个世间的缘起 看这个自己身心的缘起 看一切世间的变化 那么久了久了你就会 我告诉你 你就会越来越有智慧 你跟佛就越来越近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佛是怎么成佛的 那么你才是真正 你的师父是谁 释迦摩尼古 他都说些什么 我知 这种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只知道诵经念佛 你诵的经都不晓得是不是 是不是佛说的 你念的佛都不晓得是不是觉悟的佛 不晓得 这样确实是很冤枉的 那所以这里讲 他说这个是佛陀法身 世尊正觉缘起法身而成佛 这个很重要 那么如弟子而正觉缘起法的 也能正得法身 所以我们一生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要见缘起知缘起 所以法剧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若人受百岁 不见缘起法 不如生于乐而得见文之 只是这句话后来传啊传啊 变成若人受百岁 不见谁老贺 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念了念了念了 念到忘记了也不知道了 那这个是很冤枉的 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样 诵经不晓得在诵些什么 真的 那就照着诵嘛 反正念就有功德嘛 念不一定更有功德 因为你无意就无力 你不了解他的意义 你就不能得到他的利益 所以 法剧经也讲啊 法剧经都是单纸 佛头讲的比较重要的核心 结集起来的 那么 这是 就是送间千句 不解其意 不如一句 能解其意 你送了一千句 你都不晓得在送些什么 不晓得他讲的什么道理 倒不如你只送一句 这一句 你能够知道他的道理 知道道理至少他知道 那知道之后 你能够 依着这个道理去休息 或是去体会 那么这样对你有利益 因为无意就无利 无意就无利 就好像这个东西吃进去 它虽然富含营养 你没有吸收 没有利益 因为营养你吸收不到 营养你吸收不到 所以就好像水 你浇水 天气热浇水 你浇一点点水 没有到根 根没有吸收 一下子太阳下来 蒸发掉了 根都没有吸收掉 你虽然浇了水没有用 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法只到耳根 不到义根 没有用 只到耳根而已 甚至连耳根都没有 只有舌根而已 舌根讲出来送一送 耳根都进不去 耳根进不去 没有到义根也没有用 因为一切法的主导在心 心没作用 就没有产生什么大的作用 所以送金千句不解其一 你不要说 哦 那么 我我送 我常常送 自然就能够了解他的道理 没有 不会 那么送金千步 那么就自然会了解到他的道理 不一定 不一定 你如果过去中有数字位就可以 如果没有还是没办法 你送一万步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所以一定要常常思维 因为我们大部分学佛的人 不会思维 就是不会去想 不要管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就一直送就对 就一直念就对 一直拜就对 我告诉你们 这样不对 只有外道才这样做 佛法不供外道的就是智慧 智慧 不是多文而已 要识 如理思维 文思修正 佛法的修行 其实就是四个层次 智慧的圆满 文思修正 文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然后 法随法行 然后 然后 从这个 从这个手行里面 得到究竟 那么圆满究竟 基本上是这样 就正德嘛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佛弟子如果 如果这样了解 也能够 正德这个法身 不过 曰文佛的教身而觉悟说 所以称为僧文 所以照理讲 照理说 舍利佛也是佛陀 抉择嘛 他也是抉择 目见连也是佛陀 因为觉悟的人就叫做佛陀 但是因为他尊重 佛陀是第一个觉悟的人 就好像如果在浮衍 那么你只要是 你只要是引导这里的人 应该叫导师 但是为了尊重运顺导师 那么 大概导师就是指运顺导师这一点 但其他的地方就不一定 都有很多导师啊 但是为了尊重 除了在浮衍的话 在运顺导师底下学习的 讲导师就是指运顺导师 那你说我是什么导师 我是什么导师 你除了其他地方可以这样讲 在那里导师就是尊称 尊称 那一开始导师也没这么讲 我们讲导师导师就是指运顺导师 那只是眼培法师尊称的 那么后来大家就觉得 就这样一直尊称下去 那类似像这样 佛陀这个名词 后来就是 开始并不是只有西达多才叫做佛陀 就是我们的世尊 那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 佛弟子都尊称 只尊称这个 释迦佛为佛陀 其他没有 那后来所有的外道也都变成习惯 后来就变成佛教专用 变成佛教专用 那佛弟子就不叫抉择叫什么 叫声文 因天文佛法而悟道 那你说不由他悟 不是 他是依佛而悟道的 如果没有佛的话 大概只有几个可以开悟 如果佛不说法 而能够开悟的大概像大家社这一种 舍利佛应该也可以 但是没有几个其他的人都没办法开悟 因为看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那么远去 智慧还没成熟 那没有佛的时代也有开悟的人 那个叫做屁吃佛陀 所以这里讲如虚头环 德是法分 名为初德法身 就是圣者 戒定为解脱解脱之见 基本上 他是 他是跟这个我们的设身 对比说的 生是积聚的意思 生的意思 戒亚是积聚的意思 所以 纯大苦运聚集 积聚不聚集的意思 那么色身基本上是 色 色身是 这个叫做五蕴的色身 这个叫做五蕴的法身 那么五蕴的色身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色受想形式 这个是 这个是 戒定为解脱解脱之见 这个是 自知自见 我身以敬 放生以利 所作以作 不受后有 解脱之见 那我们从现在 我们还没得法身 还没解脱 还没得法身 但是因为我们不断的 从 你见了元启法 你就是得法身 但我们现在了解元启法 不断的在 理解元启法 不断的在观察元启法 我们就渐渐 可以得法身 其实是这样的 那 现在的人 比较没有管不管他得法身 现在的人 比较希望要联化化身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要从 要从得法身 而不是只是要求生欲得 要得良化化身 没有 你要从 你要得这个五分法身 这一定会解脱解脱之见 所以 这个虚头法 虚头法是出国 出国 那出国要断三节 得法分 得法的一部分 部分 就是他已经得到法的一部分 就是元启法 所以 所以出国是断身见 那么断身见一定是要怎么样 一定要去无名 去分别我见 那么才有办法 那这个是出德法身 就是圣者最初 是出国 那么 二国 施陀汗 三国阿纳汗 四国阿罗汗 然后 辟知佛 那么 明德后德法身 我们讲 所以 这个是法身 那法身的话 他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从僧文讲 如果从菩萨又不是 菩萨基本上从无声法人开始讲 那么生文的话 四国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出国 虚头喊 二国 三国 阿纳汗 三国是阿纳汗 四国是阿罗汗 这个翻译是陆流 陆圣流 所以出德法身 这个叫出德法身 陆圣流 圣者才有法身 那圣者里面 主要 四圣 六凡四圣 使法界里面六凡四圣 六凡四圣 六凡四圣 六凡就是六道 四圣 四种圣者 生文 圆解 就辟知佛 刚才讲的辟知佛 生文 圆解 菩萨 菩萨 菩萨要七地以上 那么无神法人的 要无神法人的 才有德法身 出法心的没有 这个无神法人是出德法身 然后佛 佛 佛斗 四种圣者 圣流 路圣流 那么出德法身 是虚脱海 他叫做路流 所以这个叫做一来一往来 一往来 来是来人间 来是来人间 的意思 来这个人间 一往来 那这个叫不来 阿那喊叫不来 不来 不来就是不来人间 来是来人间的意思 就到天上不再来 不来这个异界 那这个是 会先离开 然后再来 到天上再来人间一次 那在人间的时候 就正阿罗汉了 那这个是不来 直接在天上正阿罗汉 那去哪里呢 去五部还天 那施陀函都去哪里呢 施陀函大部分 一经典说 施陀函大部分在道立天 那施陀函 那像那个阿含经里面 那有些是讲 升到哪里呢 升到多帅天 就正二国的到多帅天去 但是不一定 就是说基本上 经典里面看得到的出国 那三国 三国在五部还天 色戒 这个都是御戒 这个是御戒 就是因为他没有断 重点是没有断贪 没有断御戒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在御戒 那三国 三国主要是断了御戒 把御戒断掉了 御戒跟称断掉了 出国二国都还有御戒 出国是断三戒而已 就是断神戒而已 我戒 还有戒俊群跟乙 那刚才我们讲的 四弟这个了解 主要是断神戒 主要是断神戒 他还有贪称痴 他还有贪称痴 把那个分别 我们出的屋名断掉了 二国是薄贪称痴 二国薄贪称痴 跟出国 差在他的贪称痴 比较薄而已 他还有聚生果子 还有痴 那阿纳罕 阿纳罕重点 在把御戒跟称断掉了 那叫做五下分戒 五下分戒就是御戒的烦恼都断了 把御戒的烦恼断掉了 因为把御戒的烦恼断掉了 所以他不会来御戒 你有御戒的烦恼 你就会来御戒 你有色戒的烦恼 你就会来色戒 你有三二道的烦恼 你就会去三二道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有三二道的叶 你就会到三二道去 你有这个烦恼 你就会照那个叶 那个叶成熟 你就会到那一道去 通常是这样 所以你说你要超度 你必须把他的叶去除掉 你没有去除掉他的叶 你就没有办法让他提升 那怎么样去除他的叶呢 不是由你 而是你告诉他 他自己去去除他的叶 那三二道的叶通常是透过参慰 那三三道的叶通常是要透过造作 北基 这个御戒的烦恼 御滩跟叶 因为他断掉了 所以他不来御戒 他到哪里 到五不还天 到五不还天 三果基本上到色戒 色戒的五不还天 就是说 所以叫做五阿那寒天 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基本上色戒总共有18天 四禅最高的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四到十八天 色戒的十四到十八天 吾凡、吾乐、善见、善现、色就近 这五天 吾凡、吾乐、善见、善现、色就近 这五天 那么 他就升到 阿那寒就升到 这五不还天 阿罗汉 阿罗汉无神 他叫不来 他叫做无神 阿罗汉就没有下一神了 没有到哪里 三戒六道都没有 没有到哪里的问题 没有全部存在的问题 他叫做无神 那么阿罗汉 有鱼涅槃跟无鱼涅槃 有鱼就是 还留有这个身 鱼有这个夜报身 所以他还有身苦 但是他心不苦 无鱼涅槃就是 露灭了 这个身也不存在 基本上是这样 那 这个是所谓的初德法身 那这个是厚德法身 那辟知佛也是 辟知佛是没有佛的时代 存在的 我自己觉悟的 那么生文 生文里面有这个 然后辟知佛厚德法身 那佛陀是圆满法身 圆满的 这个是有法身 但还不圆满究竟彻底 所以他是有上 这个是无上的 那不一样 那菩萨不一定 菩萨是无身法人 初德法身 到成佛的时候 就圆满 圆满究竟 那 这个是不一样 那圆绝基本上 没有 他基本上跟佛一样 这是创绝 但是他没有度众生 没有像佛这样的能力强 然后生文是依佛陀而得解脱的 那生文里面有这样 有这样的 初德法身 后德法身 生文圆解 那么生文指阿罗汉 这是后德法身 这个是后德法身 这个是初德法身 这个是后德法身 最后 最后 圆满法身 法身已经圆满了 其实他圆满 但是从佛来讲他不圆满 但是说他已经具足了 具足 德法身 具足这个法身 具足这个五分法身 有解脱有解脱之间 所以解脱之间 我神已尽 方便以利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厚勇 即是这样 那这个阿罗汉才有 阿罗汉才有 所以就是最后德法身 这个是最初德法身 最初 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 那这里是引用 纠摩罗斯回答会员的书信 那因为 这个是写在所谓的大圣 大圣大义章里面 那么因为道安 纠摩罗斯为什么会来中国呢 那主要是因为道安法师想请他过来 但是很曲折 那 后来纠摩罗斯经过了十几年 才过来 中间非常的曲折 那没有办法 经过十几年过来的时候 道安法师已经不在了 那会员法师 那么就是道安法师的徒弟 那他就也很仰慕 但是会员进了庐山就没再出来 会员就终生就不出庐山 那纠摩罗斯也没有进 纠摩罗斯那个时候在长安 也没有进去 所以他们就用书信往返 他们把这些书信结晶起来就被很大胜 大胜益战 大胜大益战的样子 他有一些问题就去问 会员大师就去问罗斯 他就讲这里了 那么能得法身的佛弟子 是真人窥见佛陀之所以佛陀 为什么叫佛陀 佛陀的意思 佛陀是翻译的啦 不答不答 那么 这个每一个朝代翻译的不太一样 像秦朝他就写不多 那个时候已经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所以秦始皇还法律斑定 秦人不可以信佛陀 敬不多词 就是不可以供奉佛陀 汉朝的时候 汉人不能出家 外国人来你可以传 但是汉人不能出家 那所以当时基本上 佛陀应该在秦朝的时候就有这个名字进来 据说 有运渡人进来 但是被秦始皇关了起来 他就没有传开了 那那个时候翻译叫不多 不多啦 后来不得不得嘛 后来翻佛陀 不多 那秦始皇有下一个法律 叫做见不多词 就是不可以供奉佛陀 那佛陀是翻译的 翻译的名词 是抉择的意思 好 那这里 所以 真能够窥见佛陀 所以为佛陀 所以是尊宗 见缘起其见法 所以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了解 什么是缘起 你要思维缘起 世间之缘起法而成 我们的身体 每天发生的事 国家社会 你的左右邻居你自己 大事小事 甚至你每天要上厕所 每天要吃饭 那你上班 你下班 你来这里天津 那么等一下 骑摩托车 这件事 所有的事都是缘起 有因有缘 那么这个因缘合而 它才会成就 因缘不合而就没有 像我们上次 那么停了很多 哲学课是因为SARS 不是SARS 是因为新冠 那么这些 有因有缘 所以他不一定 随时的都在变化 因缘无常 无常的在变化 那 因缘成熟 凡是 限起的一切境界 包括你本身 都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那么 因缘不合合的 他就不会限去 好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我们的生活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你必须要 从他的因缘上去说 我们之所以 会有这种状态 不管是好跟不好 那么都是因为他已经成熟 他夜暴成熟 那你现在要让他 一直这样 好 要让他继续好 那你必须要持续给他因缘 就好像现在 现在你开热水 会有热水器 那你开热水器 会有热水出来 晚上洗澡的时候 天气会冷 那么你又热水出来 甚至你又水出来 那并不是那个水龙头的原因 水龙头则是最后一个关键而已 他打开会有水出来 中间有很多的因缘 第一个 那个水管没有坏掉 第二个 水公司要有水 第三个 电力公司要有电 要不然也没办法 然后你的水管要好的 哪一天水管坏掉的破了 有人出不来 那电力公司停电 你也没有水 那水公司停水 你也没有水 很多原因会让你没有水 或者是你那个水龙头坏掉了 电力公司没有停电 水公司没有停水 可是你那个水管坏掉了 或是你那个水龙头坏掉 你也出不了水 反正就很多种原因 那即使是一件小事 现在我现在讲课 还有麦克风 那也要有电 你的麦克风没坏掉 我的声音还好 我这很多种原因 那么这个就是有意有言事坚持 任何一个现象都是这样 一个家庭信不幸福 一个人健不健康 一个公司赚不赚钱 那么一个团体合不合合 都是有因有缘 那你必须要了解那个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我们都只是在果上而已 那已经成就的现象是一个果 那你要从因缘上去了解 那我们要学否 我们要成就那个果是未知的 果有以知跟未知的 想不要跟想得到的 想远离跟想成就的 那么 我们假设要成果 佛是一个佛果 那这个佛果 他必须要怎么成就 因缘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要剁三二道 三二道是一个结果 苦果 那他要怎么样避免 怎么样的因缘会剁三二道 你要不要那个因缘 有因有缘事坚面 有因有缘事坚面 假设那个世间是佛道三二道 第一道 苦道 佛道 那圣者凡夫 有因有缘 佛成就 有因有缘 三二道成就 基本上是这样 有因有缘三二道灭 有因有缘佛法灭 都一样 那世间基本上 你从这个道理去理解 你就知道我要具足什么 我要修些什么 我要准备些什么 我要成就些什么 而不是说 大家说这样好 我们就这样做 不是的 你就知道 那一切必然都是一因代缘而有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就比较知道 我到底要修些什么 那佛陀讲什么 佛陀讲缘起 缘起是核心 所有的佛法都不离开缘起 离了缘起没有佛法 没有觉悟的方法 他觉悟的就是缘起啊 觉悟的就是缘起 所以离了缘起而说法 就不是佛法 世地中道都是因缘起而说的 无我是因缘起 见缘起而得到的结果 那佛法的恶心 都八个字 缘起世地中道无我 那么基本上是因缘起 所以佛说我论因说因 马圣比丘说我佛大三门常坐如是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缘 就讲这个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么仔细讲就是12 从个人的生命讲 就是12云缘 好 我们在法底下看 所以 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那我们重点不在见佛 重点不在见佛 重点在见法 其实净土法门也是这样 净土法门 它重点其实要让你见法 但是以见佛而得见法 净土法门基本上因为 净土法门是出现在佛灭后 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佛就在世 佛在世的时候 佛就在世见佛 文法 见佛文法 然后文法知法 路法 那么 文法知法路法见法 正法 而得解脱 佛灭后 佛灭后 因为没有佛 所以我们不容易见到 天文到正法 但其实佛灭后有留下 所以佛说我留了很久也没有用 那么你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以我的法 那么你去做 法身常在而不灭 就像我一样 那净土基本上是佛灭后 没有佛了 佛已经灭了没有佛 世间没有佛了 佛灭后 世间 我们这个世间 娑婆 世间没有佛 娑婆世界 无佛了 那么没有佛 到底佛法是什么 佛所说的法 重点在佛所说的法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就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生到有佛的地方 我们先这样讲 到有佛的地方 他方 因为现在此方 此方世界没有佛了 此方的世界没有佛 我写清楚一点 此方世界无佛了 所以到有佛的他方国土 去什么 见佛 文法 然后知法路 见法正法 见佛文法 那见佛文法 然后能够见法 然后得解脱 那你要去见佛 要到有佛的国土 有佛的国土去见佛 你要有相当的 就像你要去道立天 要去 要去斗帅天 那你必须要有那个业 所以要有善业 要有善根 要发愿 要有善根 然后要发愿 善根 要有福德 要不然你生不到那个地方去啊 你要到天上 你都要有善根福德因缘 那个因缘就是 主要是 来自于你的愿力 愿力跟夜力 跟什么 跟你的念力 主要是这样 那你有这样的力量 一样啊 你要有十善业 你可以升天 你要有离欲清净 你可以升色皆天 那你重点有念力 有业力 然后你有愿力 那么你就可以升到这个地方 所以要有善根福德因缘 那这个要有善业 那你要有善根 因为你是到佛土 你是要佛土 佛国土 所以你必须要有 薄贪生枝 离贪生枝 的这个善根 智慧 那重点是 所以后来就变成 那么佛灭后 以往生净土 以生净土 生到有佛国土为主 最重要还是要见佛 那见佛是为了什么 见佛是为了文法 文法是为了要知法 入法得解脱 那现在 虽然没有佛 但是法已经有了 佛在不在不是重点 那也是法在不在 因为佛曾经在 重点是你不知道法而已 你就是去到极乐世界 天的也是这种元起法 不能说阿弥陀佛讲的不是元起法 没有佛佛道统 佛之所以叫做佛 之所以成为佛 就是因为见元起 如果阿弥陀佛不是见元起的 他也不能成为佛 那么他说的 要当动身成佛的 也是 让众生可以见元起 其实也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佛已经说了元起法 你只要再好好研究元起法 你到了 你即使到了极乐世界 他的环境好 但是他也是 也是要让你见元起 你到那里也是听 阿弥陀佛跟你讲元起法 那么你怎么去关这个元起法 也是这样而已 所以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是见佛 文法 佛灭后 因为佛不在了 所以你要先生到有佛国土 然后再见佛 然后再文法 但是现在问题是 即使佛不在 法还在啊 问题是法在啊 所以一教计就讲嘛 那法还在 那么医法修行 医法修行 就像佛在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你没有去了解这个法 你去到那里 就好像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来台湾行医 那么行医之后 因为他很厉害 他把这个病都治好了 那病治好了之后 他就离开了 比如说他回他的国家 比如说回美国好了 我们简单讲 回美国好了 那太远了 后来又有人生病了 又有人生病 但是他回去之后 把那个药方留下来了 你就依这个方法去治病就好了 那你没有 你应该到美国找他 他告诉你写的药方 也是这个药方啊 因为是一样的 一样的治病的道理嘛 一样的病 一样的方法 你只要照这个药去做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找到他亲口跟你说 亲口写给你 你去到美国跟他一起 那一张就是他写的嘛 那一张就是治病的良方 妙方都在里面了嘛 就是他写的 他已经留下来了 你现在说不行 一定要亲自去找到他 你找到他 然后他写给你的 也是回来 跟这一张是一样的 为什么 治病就是这样治啊 这个病因就是这样啊 其实是这样 问题在我们 那个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药方变成杂乱了 很多东西加进去了 其实这样 但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就好 找到那个原始药方就好 所以 这里说的 建元旗即建法 建法即建火 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公案 迅普提尊者 身官法空 世尊也是推许他 先建火生 那么这个 这个其实是 佛陀去刀立天度阿达姆劫 那很久 三个月 那大家都很想念他 所以就请木剑人去刀立天 因为木剑人神通厉害 他随时可以上刀立天 那么就是到一天请佛下 跟佛说 天人有神通 那么佛陀在人间 天人可以自己飞来 人间听法 没有问题 但是人大部分是没有神通的 没有办法到天上去 听佛说法 那人间的人 佛弟子很想念佛陀 佛陀不要在天上那么久 他去了三个月 后来要回来 回来 佛陀说好 七天后回去 三天还是七天我忘了 我三天后回去 那么大家就准备再迎接 从哪里回去 佛陀都说了 那么大家都准备要先去见佛 很多国王都排在前面 这个联花社比丘你想说 我是个民众 他排在后面 联花社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还没有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的人不会这么想 老实说 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正阿罗 但是他神通很好 他神通 他目见人教的神通第一 他就说我要变成男子生 转轮往向 然后第一个去见佛 那去普提那个时候也想去 他想说 他那时候正在修空观 佛陀 他就是讲这个道理 佛陀他是说 升观这个法空 观空 佛陀就教我这个方法 我在这里我去见佛 佛陀要我修这个方法 那我就在这里 我以这个法来见佛 所以他就没有去 他就在那边休闲 那到时候 这个联花社比丘尼 这个佛陀下来的时候 他第一个去见他 那么就跟佛陀讲 佛陀我是第一个来迎接你 佛陀就说 不是 我前面没有人啊 虚普提是第一个见我的 就讲这件事 所以就赞叹 虚普提 这个是贞德法身 就是以法为重 你见人而已 佛陀也讲啊 我就是常常在你身边 你不照我说的去做 那么 你好像在我身边 其实离我很远 你虽然不在我身边 你依我说的法去做 你就像在我身边一样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佛陀也有讲 你虽然常常在我身边 跟在我身边 但是不照我所说的法去做 你其实离我很远 这个距离不是身体跟身体的距离 是心跟心的距离 法跟法的距离 那 这个佛陀不知道哪一本经讲的 也是阿安经里面讲的 那这个 虚普提跟释迦佛 佛陀的距离 就是心跟心 法跟法的距离 其实是吻合的 联花色跟这个佛陀 距离比较近 但是其实距离是最远的 你还有那种真抢斗胜的心 还要抢第一的心 没有无我的心 你没有照佛的说法去修行 所以 最先见法的不是你去不停 就讲这个公安 所以 因为 世尊推许他先见我身 因为世尊 觉悟 这个缘起法而成佛的 那缘起就是空 无自信 引出 就引出这个见法及见佛的精益 真正的道理 正确精确的道理 那么再进一步 那个就是法身常在 那这个是仪教卿里面的 佛要入涅槃了 那没有 那怎么办 没有佛的怎么办 依法修行就好 我在也是教你们这样做 我不在你依着这样做 就好像我在一样 所以我诸地子斩转行之 则是如来 法身常在而不灭 色身不一定在 但法身常在 因为缘起法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有点清晰 因为该是 我主持人 就搞叙子 以前是 或者是 怎么做